您是否曾经遇过附近有工程在进行时 室内电灯突然闪烁 或电子设备突然关闭的情况 这些情况都代表电力突波可能正在发生 电力突波也称作顺态电压 是电压在短时间内瞬间升高的情况 电力突波也是造成电子产品故障的常见原因之一 可能发生在家中、工作场所或是医疗机构 有时较大的突波 还可能让我们失去尚未储存的游戏、档案 或是豪华的家庭娱乐系统 问题来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电力突波 最常见的原因包括累积 以及电网的老化 电力突波也有可能来自于我们的家中 像是马达或是压缩机等电子设备的切换 都有机会造成电力突波 您相信吗? 80%的电力突波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有时我们甚至无法察觉它们的存在 而这也导致了我们的电子设备 会随着时间的退役逐渐损坏 为了避免电力突波 对我们的电子设备造成不必要的损坏 我们可以透过突波保护器或也称作突波抑制器 来吸收这些造成突波的过多能量保护我们的电子设备 但我们该如何设置适合的突波保护计划呢? 以下是您必须了解的八件事 第一 您可能听过延长线和突波保护器 但它们的差别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将延长线当作试试电插座的延伸 让我们能更有弹性地为电子设备提供电力 而突波保护器除了和延长线一样 提供额外的插座 同时还能对抗电力突波 保护我们的设备 第二 胶耳 突波保护器可以吸收突波带来的能量 而胶耳则是用来衡量 突波保护器保护力的单位 胶耳数越高 保护力也越高 第三 LED状态指示灯 突波保护器可以吸收的总能量是有限的 LED状态指示灯 可帮助您识别突波保护器 是否能提供保护 有时可能会透过另外一颗LED灯 来告诉你突波保护器是否正确接地 第四 电源线 要确保电源线的长度 在使用环境中是足够的 有时您可能只需要壁挂式的突波保护器 但您也有可能会需要较长的电源线 来使用距离较远的试电插座 第五 插座 除了准备您现在需要的插座数量 也可以考虑多预留几个插座 以备不时之需 如果您会用到叫站空间的充电器 可以选择有预留使用空间的突波保护插座 借以轻松置入您的充电器 有些突波保护插座还附加了安全盖 以避免高粉尘环境造成的电极或损害 第六 安装方式 若您需要将突波保护器挂于墙面 或安装在书桌下方 可以选择具备壁挂孔的产品 这样就能轻松安装突波保护器 并妥善利用空间 第七 充电功能 额外的充电功能 有助于省去其他的充电器 突波保护器可具备不同种类的充电副 包含USB-A USB-C USB-C快速充电 甚至还有无线充电 最后 一些附加的功能 也能提升突波保护器整体的使用性 例如节能插座 数据线保护 额外的重置开关 或是可提升保护性的防火设计 一般来说 在选择突波保护器时 不仅要注重功能性 同时也要注意产品的可靠性 包含安规认证及产品保固等 CyberPower让您安心使用电子产品 保护其不受电力突波损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